Hello,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志榮 今天是10月26號早上10點半 那台股呢,在昨天已經正式的跌破了區間下緣 短線上呢,與季線的乖離跟年線的乖離這麼大 有機會醞釀個跌升反彈 但是投資朋友,反彈過後你還是要先站在賣方去思考 因為這邊台股長線上,尚未落底 我們先來看一下美股 美股呢,昨天SP500大幅反彈了1.8% 但是投資朋友,你有沒有發現 他反彈上來,連長黑care的高點都還沒有站上 這邊呢,你只能先視為一個跌升反彈 一個長黑care之後的弱勢反彈 你反彈要先站在賣方 因為這邊很有機會再往下破底 美股呢,必須在這邊反彈上來,過了長黑care高點 站穩這個趨天下緣之後,才有機會繼續用盤整 用盤整呢,來修正與季線跟年線的乖離率 不然在這邊,反彈上來很有機會會再次破底 那我們來看一下廢伴 廢伴呢,昨天反彈了2.3% 但是投資朋友,你有沒有發現 他反彈,連長黑care的一半都沒有站上 所以這邊你一樣,廢伴要先視為一個跌升反彈 一個弱勢股的反彈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呢,在這邊昨天已經正式的跌破區間下緣 那跌破區間下緣之後呢 空方又取得了極大的優勢 這邊你要去偏空思考 如果反彈上來,不能站穩這個區間下緣 那你這邊都要去做偏空思考 反彈上來,你要先站在賣方 除非說這個大盤又站穩了這個區間下緣之後 他才有機會繼續走一個區間盤整正當的格局 那走一個盤整來修正與季限跟年限的乖離率 這邊呢,你不太適合用多空操作了 你這邊要用偏空去思考 那,投資朋友 這邊這首歌要提醒大家的是 這首歌在這邊10月2號的時候已經做空了 從這一段開始下沙 不管是期貨還是選擇權 甚至是個股 這邊真的是遍地黃金 在這邊短線上啊 成本已經拉開這麼遠的時候 你這邊要再重新去新建空單 重新去佈局空單的話 新進來才要去做空單的話 你這邊的資金水位 一定要降低,降低,再降低 為什麼? 所以我們剛剛有說了 於季限的乖離這麼大 很容易有機會走個跌升反彈 那什麼時候會彈? 會彈多少? 我們不知道 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只是說 你這邊新建的空方部位啊 資金水位要降低 為什麼? 因為這邊隨便一個跌升反彈 彈個兩三百點 你也是會被嘎的急急叫 所以這邊空方部位 你要稍微降低 那至於在這邊 就已經跟著資龍哥去做放空的投資朋友 這邊你就是續報 續報到行情結束 這邊續報下來 你可以看到一千四百點的行情 資龍哥期貨這邊賺了一千四百點 個股呢更是大賺一票 所以投資朋友這邊短線上有機會跌升反彈 那多方的朋友 你要看有沒有機會站上這個區間下緣 有機會的話 那多方還有希望 但是投資朋友萬一站不上 反彈上來站不上 再往下殺的時候 就是另一段跌幅的開始 所以這邊多方要小心 空方也要小心 那怎麼小心? 空方要稍微降低你的資金水位 反彈上來之後 跌破三日價 再進場去做空 這樣才會是一個比較合理且安全的做法 那我們來看被動元件 很多很多投資朋友 聽信一些市場分析師 在這邊認為是一個底部 就進場去做強短了 但是只有這種就跟大家講 你這邊要等待一個長紅K棒 一個長紅K棒確認了底部形態之後 然後隨著季線靠攏 你再去做買進才會比較有機會 那投資朋友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沒有確認底部就進場的話 這邊是破底破底再破底 根本看不到止跌的訊號 那這邊看不到止跌的訊號 你為什麼要隨便去進場做強短呢? 再來我們看到環球晶 環球晶也是一樣 你沒有確認底部形態的話 昨天也是一根跌停板再次破底 那投資朋友 之前志龍哥在台積電法說會之後 也曾經跟大家報告報告 台積電釋出一好一壞的訊息 一好是明年7奈米需求會大幅增加 一壞是下修全年的展望 但是他會後記者會也發出一個訊息 8吋長的晶圓不佔滿載 那8吋長的晶圓不佔滿載 影響最深的是什麼? 就是6182的合金跟6488的矽晶圓 6488的環球晶 因為他們的8吋長的產能將大幅開出 那當供需不再吃緊的時候 股價就是一路破底 投資朋友你要記得 基本面真的只是參考用而已 很多人用本益比來跟你講說 這邊本益比已經多低多低多低了 但是呢 股價卻是一再破底破底破底再破底 所以投資朋友 你用本益比來看股價的話 會很吃虧 為什麼? 因為本益比是反映過去的事情 你本益比是反映過去的事情 但是股價呢 就是反映未來的事情 你要用本益比來看的話 你必須推算明年的獲利 用明年的獲利來推算現在股價 到底是合不合理? 但是這種就跟大家講 本益比真的只是參考用而已 我們看到雅德克 雅德克呢 雅德克呢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你要等他一個長紅站上季線 才有機會去做買進 那你沒有站上季線 那這邊就是 耶 在一個長紅 在一個長黑黑棒打了下來 所以投資朋友在這邊 這個還是要再次跟大家講 你太相信基本面的話 會輸到你連坐汽程車 不好意思 會輸到你連坐汽程車回家的錢都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一段 國具 基本面很好啊 大家都說很好啊 但是從1300跌到300塊 這邊 今年跌最兇的都是基本面好的 都是所謂基本面好的 在多頭市場的時候 基本面很好用 沒錯 甚至是你套牢的時候 你這些基本面好的個股 也可以讓你解套 但是在空頭市場的時候 基本面是完全用不上的 這邊你要相信就是 市場上跟你講的價格最大 當價格發生的時候 你就是努力的跟上那個趨勢 當價格往這邊走 還沒有止跌訊號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輕易去 去輕易嘗試搶進 那基本面跟技術面 哪個重要 不言可遇 那在之前呢 我們也跟大家分享過 一多兩空的個股 我們在這邊在持續跟大家做的追蹤 那 1262的綠月 昨天成交了一千兩百八十張 但是呢 外資就買了四百多張 你可以看到 外資在這邊持續去做買進 那綠月呢 這檔 智隆哥會追蹤到 外資開始下車 大幅賣出 大幅賣出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底部型態 那原本的M頭已經變成一個W底 所以呢 投資朋友 你後續這一檔 假如追蹤 外資什麼時候開始下車 那你看 行情這麼不好 但是外資在這邊 卻是持續去做買進的動作 昨天買了四百張 占整天的成交量達到了三分之一 那 台銀人跟亞尼 你可以看到 持續的去做撞挫 所以你不要覺得 全資股不會下 不會下跌 不會上漲 大象真的也是會跳舞的 在這邊如果真的要跌的話 他也是會跌給你看的 那投資朋友 所以我們在這邊 還是要跟大家講 多投的時候 大家都是股神 那空投的時候 如何活下去 那個才是重點 那股票市場上 已經存在幾百年 每年呢 變來變去的 就是那幾招 你可以看到 相同的案子 相同的例子 每年總是重複的在上演 但是投資人 永遠學不到教訓 在這邊 你真的要去建立你的標準 那短線上 要醞釀了一個跌升反彈的機會 但是長線上位落敵 那多方呢 反彈要減碼 空方呢 你要稍微降低你的資金水位 等反彈上來 你再來去做你的空單部位 這邊心境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這句話 空單要先稍微降低水位 不然隨便一個反彈 也是會讓你受傷的很慘重 那趨勢 就是一再重複發生的事 這邊 再跟大家補充一個觀點 很多人很期待 選舉行情 那這種歌之前曾經跟大家講過 這盤 再一萬點拉 比較容易 還是先殺再拉 比較容易 如果真的有選舉行情的話 一定是先殺再拉 才會比較容易 因為他只要隨便花個兩三百億 就可以彈個一兩百點 兩三百點 所以投資朋友 這邊你不要去相信 選舉行情 人家跟你講說選舉行情會拉到哪邊 會拉到哪邊 那最後一個觀點 這邊大家一直在期待 國安基金要進場 又是在庫盤 中哥也曾經跟大家講 國安基金呢 每次進場 都只是成為炮灰而已 那甚至這種歌呢 覺得國安基金進場 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為什麼 憑什麼拿我們納稅人的錢 進場去做庫盤 投資人賺錢的時候 並沒有繳稅給政府 但是為什麼 你在套牢的時候 卻期待國安基金進場 那好在國安基金沒有進場 這邊其他一個 這邊中哥提供一個觀點給大家 國安基金這邊不敢進場 你為什麼要在這邊做進場 這邊提供給投資朋友做個參考 那更多的多空訊息呢 歡迎大家加入中哥的FB 股息消耗指 或是Light 中哥會將即時的多空訊息 分享給大家 謝謝